明偶 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聽或收看風雲曲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是星期日 本來我們都是休息 但是因為俄羅斯發生這場近年史上罕見的騎尼兵變 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加海賊一閘 和各位深入分析 而現在的情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24小時之內 這場幾乎醞養的政變成功 僱傭兵華加勒集團的首領 普利哥津就說在最後一分鐘 因為白俄羅斯總統的調停 他就接受了某些條件就決定 大兵就壓住 他就這樣不動了 就調轉回槍頭 調轉回槍頭就不知道 但是不會殺入莫斯科 而且他半天將會進入白俄羅斯 在那裡是避風頭 而他也聲稱普京是答應 不會再起訴他的叛國罪 還有他那兩三萬 這些半軍也都不會受到追究 但是這件事在最後一分鐘 這樣的變局就令全世界都帶出意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仍然不知道 為什麼普利哥津就肯在最後一分鐘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知道最初他出事在6月12日 6月12日的時候 就以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和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 代表的俄國軍方最高當局 就要華格南半軍交出軍權 接受修編 一接受修編就就是說 普利哥津沒有主權 然後他當時就大為憤怒 就指責這兩個軍事強人駕空了 普京好像一個遠東的分軍 歷史上一樣是完全不知道 類似這個叫岳飛 十二金牌的時候的宋高中趙寇 是被這些奸臣 武將是迷惑了 不知道於是就 作出一個這樣的錯誤決定 他要求是收回成名 但是誰知道幾天之後 6月17號普京現身 說是支持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那個修編的決定 於是普利哥津就決定忍無可忍 就回到莫斯科 就是說要所謂的清軍側 甚至暗示將會出現一個新的總統 就是推翻普京 在全世界擔心發生內戰 一旦內戰的一些核彈 突然這個普利哥津就有這樣的不同的決定 這件事由現在開始 到底對烏克蘭的戰局和普京的地位有什麼影響呢? 鮑威聰 如果回顧整件事的開始 除了一個原因就是 普京和小伊古要削這個普利哥津的權 要收編華格拉的僱傭兵之外 據普利哥津說 就是在開始的時候 他的軍營遭受到俄羅斯導彈的襲擊 於是他就覺得要聲討這個小伊古和賈拉西莫夫 但是留意一點 其實他從頭到尾沒有提過普京兩個字 一直以來他出兵去到羅斯托夫的時候 都是要求小伊古出來見面 他的行事一直都留有一線 即是沒有向他的前盟友或者好兄弟普京開拖 其實他已經是計算了 甚至我認為所謂的俄羅斯導彈襲擊 都是他自編自導的一台戲 因為普利哥津他本身是一個軍閥 亦都出身只是一個流氓罪犯 其實他不是一個政治家 亦都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政治意圖 去到尾都是為個人利益 以及他希望能夠保存他這隊僱傭兵的軍隊 所以其實中間有多少的計算呢 我想他很簡單的 其實他只不過是想拿回這隊華格納 僱傭兵的控制權 以及可以保命 這個就是他最基本的要求 當然錢就越多越好 所以他整個兵變 我覺得他不是想著推翻整個俄羅斯的政府 取代普京 甚至做俄羅斯的總統 因為他知道在政治層面 和他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所以北上羅斯托夫 甚至威脅莫斯科 這台是他自己編導演的戲的一部分 中間其實他的目的就是逼普京 找方法跟他談判 因為他們兩個兄弟 其實如果我們用這些比較戲劇性的角度去看 你可以理解俄羅斯是一個社團 其實現在只不過是普京抓拼 跟著他是其中一個環頭的話事人一樣 現在他們的問題就是利益的分配 這個普利哥津並無意圖可以做普京做的事 也沒有興趣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 普京要把他的僱傭兵收編 甚至可能要把他收監的樣子 所以其實他去到羅斯托夫在北上的時候 我認為他都不是全力攻佔莫斯科 因為以他二萬多人的實力 如果就算佔領莫斯科 他都不能夠防守莫斯科 這是他很清楚的這部分 所以其實這次兵變的24小時 中間只不過是他一個談判籌碼的一台戲 所以現在發展下去 當然希望他全身而退 而普京究竟會不會覆他的槍 以及究竟會不會像以往對付任何政敵 甚至暗殺他 這部分才是棄辱所在 剛才你這樣說 只不過是談判策略 玩這件事他應該是玩不起的 以及這個目的是模糊不清的 因為他現在已經顯然接受了普京某些條件 就是不散進去莫斯科 而且他的軍隊將會接受收編 而他交出了軍權 然後他走去俄羅斯 如果這樣照牌面上來看 他的下場將會很悲慘 因為如果普京一天在位 起碼是假假的都是俄羅斯總統 以普京二十年來顯示那個性格 是絕對絕對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羞辱 因為全世界來講 普京不止被這個普利哥津刮了兩把 直接是被他毆打到遍體淪傷 因為全世界看這台猴子戲 就知道普京原來是沒有辦法下令軍隊 至此真相也都大白 為什麼布林肯訪問北京員回來之後 拜登在這個公開的場合說 習近平是不知道那些間諜氣球飄了進來美國 因為正如世界上的獨裁者一樣 這些獨裁者往往是會被手下隱瞞的 原來這番話是一語相關 既是華府這個叫習近平報回布林肯 在北京去到北京被他擺一邊召見那種禮儀的羞辱之仇 也是同時向世界暗示 其實普京根本不知道一場巨大的政變即將爆發 甚至可以看到找布林肯去北京 是近距離確實正如我們上個星期說過 近距離就是想看看習近平對這場俄羅斯和華蘭的戰局 有多少的知情 還有到底是有多少支持普京的決心 因為為什麼這兩天漏消息出來 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早已經告訴拜登 這個不是事後恐明 而是告訴這個世界美國到底怎麼樣看俄國 甚至和中國極有可能的聯盟 和現在這一場亂局裡面的關係 所以普利哥將現在走到白俄 其實在牌面上來說他的處境更加危險 第一他完全達不到他的目的 而且他個人是出局的 不要忘記白俄總統也和普京是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普京可以將一撮核彈部署在他那裡 而且白俄羅斯幾乎可以一度和普京合作出兵烏克蘭 當然在最後一刻白俄羅斯就看到搞得這麼嚴重 但是如果你的普利哥將人去了白俄羅斯而沒事 他的二萬多人現在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了他去白俄羅斯 因為這些詳情是尚未公佈的 我想不會說是普利哥將一個人走 然後你的軍隊你就放下 好像1936年的西安事變 張學良就留下 和楊虎誠接受扣留 而東北軍仍然是如好無缺 即使是東北軍被蔣介石放過 蔣介石都不會再相信東北軍 所以西安事變為什麼是這個叫中國抗日戰爭的一場 非常之關鍵的一個事件呢 就是削弱了蔣介石至少是當時那個領導的權威 但是當年西安事變的背景就是日本侵略中國 這個蔣介石原帥的形象是道德上來說它是正面的 但是這次普京就不同了 普京是一個全世界奸人的角色 那你這樣日後就算是國內俄羅斯的人民怎麼看它呢 人家的軍隊竟然可以長驅直入 進入莫斯科200公里 然後種種的消息說你是走了 人家兩萬多兵而已 都沒有殺到人家莫斯科 你就走了你是一個懦夫呢 全世界都看到人家烏克蘭 一年多年這麼猛烈的進攻 扎倫斯基沒有離開過烏克蘭 起碼都是坐鎮基庫 所以這次對於這個俄羅斯 尤其是普京的打擊是致命的 它要面臨就算這件事暫時是平息 這個普利哥津走開了 它要面臨到底它有沒有能力和威望 繼續指揮 成為一個最高的統帥 這一隊收編了的這個叫華格納 甚至整個俄軍的問題 因為一年多以來它犯下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它以為是任用這個當初 是跟它主席出身 這個真是傳奇的人物 是吧 我們香港就只知道 大廚出身做了百億富豪 坐進天比高 只得一個就是明珠興業的老闆黃坤 這一個更厲害 普利哥津是當初 普京剛剛奪權的時候 是跟他煮食 成為他的名廚 在口康期那裡得到他的信任 然後獲得普京給他做飲食 包火食 尤其是賣熱狗的專利權 這樣去發跡 所以對於普京來說 普利哥津這樣一下子 我絕對不相信一些極端的陰謀論 說這兩個又說好 做一場大龍鳳 這個大龍鳳對於普京造成的損失 是無可估計的 這個正如在90年代初期 1992、1993年之間 哥巴卓夫是做俄羅斯的總統的時候 蘇聯解體之後 就有一場不成功的共黨集團的那個政變 那場政變就是哥巴卓夫在黑海的別墅的時候發生 因為他無力應付 才由身邊的強人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欣 是指揮和感召莫斯科的市民 阻止共黨叛軍的坦克 開入在這個莫斯科那裡鎮壓 自此之後在黑海那個別墅那裡被扣留 哥巴卓夫就廢了武功 跟著蘇聯是非解體不可 那這次這一場不成功的政變 雖然跟那一場的性質不同 但是那個含義也有所類似 因為跟著你這個普京 根本在國內的選民裡面威望素地 雖然現在據說這場戰爭 雖然它在國內還有相對高的支持率 這些民意調查是真還是假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在全世界來說它成為一個笑柄 它沒有辦法吞這口氣的 是吧 還有這次為什麼這個叫普利哥津 是要這樣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兵變 正因為俄羅斯這一年多以來 那個指揮系統出了問題 他身為這個叫僱傭兵 沒有理由普京是長期依賴一支僱傭兵 去打一場這麼大的戰役 而政規軍真正的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 一定是跟普利哥津有地位上的衝突 甚至是某種辦公室政治 普利哥津類似清初的那個叫蓮羹堯 蓮羹堯帶著一支軍隊 走去遠征甘肅 和遠征西域 而他那時候是川散總督 如果比他軍權太大的話 在北京裏面整班雍正和旁邊的這班滿洲的大臣 是覺得絕對不放心 這些中國人看自己的歷史就覺得耳朔能長 這些叫做美大不調 又或者分分鐘就將在外軍名有所不守 所以普京就覺得普利哥津是一個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用他去做炮灰 但事實上普利哥津這一年多以來 areas 打入烏克蘭也是非常殘酷 因為他們是一班囚犯 烏俠自眾 殺戰夫的 殺平民等等 他本身也是一名通緝戰犯的人 所以為什麼他要用一隻左右不是人兩頭不到案 這麼激烈的手段去達到這些 只不過是拒絕修編的目的呢 接著下一步怎麼走呢 普京怎麼會放過一些背叛過他的人呢 普利哥春沒理由不知道的 所以他走到白俄羅斯的話 這個白俄羅斯會不會在普京下一步的壓力交人呢 普京這個人會不會反口複蝕呢 接著華格納又成為一支軍隊的系統 就算部分歸入去給這個少姨古 格里西莫夫這個防防部長的正規的指揮 又是否能夠整合再次殺入烏克蘭呢 接著的戰局又怎麼樣呢 當然似乎中了空保的就是烏克蘭的澤倫斯基 和在旁邊暗中觀察的北約和美國 但是這樣下去呢 是出現了一道大的裂痕 同樣也是對於這個打贏烏克蘭的勝算是更加削弱 最重要的是整件事的過程沙盆推演 給普京另一位在遠東的好兄弟在旁邊看 他就會看到如果他有一天去攻打台灣 跟著會極有可能發生的風險是什麼 就是內部軍事的蛙變 尤其是如果攻打那個台灣 是久而未能的佔領局的話 所以其實這件事暗中又對台灣是有利的 對於這個中國攻佔台灣的戰役 那個野心有一個圖謀來好 應該又有所押後的 所以冥冥之中 就真的似乎有某種的天意 但是對於整個烏克蘭來說 現在到底下一步怎麼走 西方應該怎麼鞏固對烏克蘭的支持 但是怎麼也好 普京現在是已經顏面全失 他再做下去還要明年大選的話 就算他要再重整這個隊伍再打下去 到底他的指揮能力是怎麼樣 沒有了這個華加納 或者華加納削弱了一大部分的戰鬥力來講 那你真的要用所謂的正規軍 那正規軍在哪裡呢 如果華加納在前頭散了 你怎麼再向民間徵召多五十萬呢 徵召多五十萬的那個兵力 到底現在夏文在哪裡呢 他半年前已經說在民間那裡徵兵了 所以這場仗是怎麼打下去呢 太多的懸念 這個真是現代戰爭史上毫無先例 毫無先例當然就是一場 那麼明目張膽的軍事叛變 竟然可以全身而退 暫時 但是對於剛才你說的 普京的威信的確 首先是很大的打擊在於什麼呢 是他對的情報系統是完全沒有所預知 再加上進軍羅斯托夫的時候 羅斯托夫的守軍基本上只是略作抵抗 而副國防部長還要和普利哥津速失而談 在鏡頭面前談笑風生 那麼這些全部暗示 明示著普京的控制和他下面的軍人 都是兩面三刀的 就是看看情況才決定倒向哪一邊 所以他們對於抵抗普利哥津的進軍 都是留了七手 不要說留一手 那麼直至去到距離莫斯科200公里之後 才看到或者聽到 莫斯科周邊的地方 就開始構築一些防禦工事 還有士兵準備抵抗 那麼這個種種的情況 看出普京對於下面的軍隊的控制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強 這一點是第一 第二就是 即使普利哥津現在兵變叫做退卻 準備去挖俄羅斯的時候 如果留意到外國新聞的報導 你看到在羅斯托夫的市面上面 簡直好像勝利者一樣在跟群眾打招呼 還有那群僱傭兵在這裡揚長而過 在市面上好像勝利者 如果不小心 你以為這場政變成功了 但是現在就剛剛倒轉 普利哥津好像成為一個勝利者一樣 所以即使他去到白俄羅斯 我覺得普京都不會放過 還有吞了這口氣的 而且正正在羅斯托夫這樣市面的情況 明示到一件事 就是在遠離莫斯科的其他的軍區 是不穩陣的 很多軍人只是在等待一個機會 或者是對上面的命令執行是不徹底 現在這些種種的情況 就會形成了對普京 對於整個國家的控制 特別是軍隊的控制 就出現了一個權力的移民 這部分當然會影響到在烏克蘭的前線 那當政變這日24小時的時候 據聞前線的俄羅斯的軍隊 都有部分退卻和讓出一些防線 那這些全部都是令到普京這場 烏克蘭的戰爭出現了更加多的迷霧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 下一步我相信普京一定會將軍事系統重新建構 因為他下面應該會發現很多信任不過的人 而且裡面他一定會清算 以俄國的政治和軍事傳統 這些清算是自古以來是他們的習慣 所以應該有很多人 就要我們叫做準備坐牢或者甚至要處決的 因為現在即使暫時放走了普利哥津 下面還有很多燕仔和當時抵抗不力的將軍 我想普京有一大串名單現在要準備做事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這場就不需要再打了 你現在打了一個年多之後 然後你的priority就是要重整軍隊 然後是這個執行加法 你重整軍隊執行加法 是拉自己人去懲處的時候 你每做一件事每過一天 你那個俄國的軍隊更加不可能 是全心全意效忠你這個叫普京 特別是現在中間這兩個 這個叫紹伊古和格拉西摩夫 他兩個人的地位又如何 這兩個人去了哪裡 你要知道 所以普京不肯用正規軍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就是因為俄軍有很大的問題 現在他慢慢都知道 就是中間的貪布克扣 給了很多錢 那些軍門的物資 到底是由這些國防部長以下各級的軍隊的頭頭 在中間代了多少錢 這些槍枝彈藥去了哪裡 都不是說 布克蘭那邊就沒有做到 那邊我相信一樣有做 但是俄羅斯你現在是攻打人的那邊 是不是 所以這支軍隊來講 加上你這個叫普京是受到重創的 是不是 所以就算是這樣 這個華格納之軍隊是不可以再用 然後你還要說 在這個叫羅斯托夫那裡 是一個俄羅斯南部接近烏克蘭邊境的軍事重鎮 周圍很多軍事設施 已經被華格納佔領了 和當時的俄軍幾乎向華格納大開中緩 所以沒有什麼激烈的戰鬥 還有軍隊北上是停進了六七百公里 喂 這件事是不能夠不可思議的 是不是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當時這個太平之國 洪秀泉在這個叫廣東喜事這個花園 一直不是說走去這個叫天津 是直撲這個武漢 過了武漢到了這個叫保定石家莊 是不是 然後一直沒有這些曾國凡、李洪章 這些走去清朝 你又能不能害怕 是不是 怎麼玩下去這個局面 是不是 所以呢 根本這件事是怎樣都好 對於這個俄羅斯 特別對普京是一次的重創 是不是 它沒有可能還好像以前那樣 有一個權威是指揮甚至自己的國防部長 那現在那兩個國防部長和這個總參謀長 是不是 是普京是接受了這個華格納的要求 是將他們調職呢 是的話那兩個又服不服氣呢 所以未來那兩三天呢 就會有更加清晰的結果 這場戰爭的走向 是吧 好了最後呢就是中國的一個戰狼 我們都介紹過了 他自己露面 他的名字叫武文 他不久之前呢 是一個高姿態 宣佈加入這個華格納 說是要殺死美帝國主義和消滅日本 還要呢 他偉大的抱負就是全世界成立 這個叫實現共產主義 但是現在華格納這樣呢 我不知道這位中國戰狼 那個行蹤去哪裡 他到底跟著這個大老闆 他自己的金主 到底是跟著自己的金主 普利格津去了白俄羅斯 還是留下來接受普京的修編 是跟著一股作氣再殺回頭呢 那希望這位中國戰狼 這個叫武文呢 快點現身 是告訴中國的成益上吻 小粉紅聽他的意向是怎樣 要不然很多人會烏烏烏烏烏烏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下一集再見 好 封雲谷 在2023年1月 正式成立為YouTube會員專屬頻道 封雲會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專為會員而設的影片 現內容是專為封雲會會員 度身訂造 和大家講一些陶生和霸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的執政 對於在台灣的香港人 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是否會比現在民進黨更好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 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講到YouTube的時候 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自卑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他聽到之後 肅然起勁 突然間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種KOL 我不會學某一個在台灣之生的那個 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我們封雲局 因為他不敢說 人渣、法西斯、雷將軍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 其實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所以就是這些 例如這些曹總 這些人 我心想是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你真是厲害 你這條帶給他看到 又翻臉 你不要 不要 他就說你老哥非常 不是說風雲谷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同台 你會發覺我現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跟天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瓷場 講完我學了他 我知道的 我還要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 反而沈旭暉就說 叫另一位 是吧 叫十七國文字都來了 那好不好啊 是吧 我知道他想拍照 想拍照 所以這些好東西 做小漫長 是知所進去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首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 陶揭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集約定風雲谷再會